大家好 今天早上起来 就看见泰国媒体上面 有一起比较好 让我震惊的一个消息 可能在泰国的中国人的话 他们会比我更震惊 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到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做的投资 在泰国 就是买土地买别墅 实际上这个事情 我以前也说过 也在泰国的华人圈里面 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因为以前我看见 泰国在打击中国灰产 就是杜浩这个案子 在查封杜浩的房产的时候 当时引用的罪名 就是劳秘利 就是代词 实际上这个的话 实际上他推而广之 所有外国人在泰国买土地别墅 都涉及到这个罪名 劳秘利 所以我当时就提出了 自己的一个担忧 就是说中国人买到土地别墅以后 会不会也像杜浩一样 被查封 当然可能很多人认为 就是灰产被查封 我们普通人买到土地别墅 应该会网开一面 后来的话 就是在另外一起案件 就是在曼谷的唐人街 因为有很多中国人在那里 开饭店 开餐厅 开各种 因为游客很多 可能就是旅游的店铺 遭到泰国当地人的抱怨 当时泰国政府也在调查这个事情 然后重新提到了捞名利 并且说到了捞名利的罪行是什么 就是罚款一百万泰铢 还有三年的刑期 有可能是并除 这个就很严重了 所以当时我又提到了这个单行 当然我的观点的话 也遭到了很多在泰国中国人的批驳 又说我是在抹黑泰国 然后就是制造焦虑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 实际上我后来我就没怎么提了 因为这也是我的一个猜测 也没有真凭实据 所以我们中国人之间 争来争去没什么用 这个决定权在泰国人手里面 泰国他处不处理 就是看他的想法 我想留待时间来证明 没想到时间不久 可能就是两个月三个月的时间 没想到泰国政府还真的下手了 大家来看一下这则新闻吧 这个是昨天刊登在泰国的英文媒体 The Nation Thailand上面的一篇文章 你看它的标题上面 有几个关键词 Property Crackdown 相当于就是打击房地产行业 Chinese National 中国国籍 Thai Lominis 就是泰国代词人aristed被逮捕 这四个关键词 大家都明白这个信息的内容 到底是什么样 就是有三个泰国人和一个中国人 在清迈被逮捕了 他们的罪名的话 就是开设了那个房地产公司 并且房地产行业 是为泰国人预留的 Reserved for Thai Lominis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以前我也看过这个名单 就是泰国政府规定 这些行业只能由泰国人干 外国人是不能参与的 那个名单很长 大概就是像什么理发店 按摩店 导游 这些是只能泰国人干的 外国人是不能干的 但是没想到 那个房地产行业 房地产开发 也是预留给泰国人的 那在巴提亚的 那么多外国人开设的 那个房地产公司 那都是非法的 比如说像我住的那个小区 他的老板就是以色列人 在巴提亚的那种开发商 可以说就像一个联合国一样 基本上欧美国一样的 那种开发商都有 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开发商 但是都没事 现在的话也开始 对付中国的开发商了 再说到他这个项目 被逮捕的那家公司的项目 他有195栋别墅 起价是500万泰铢 最高的1100万泰铢 针对着客户 主要就是卖给中国人 主持这个案件 又是我们熟悉的一个老朋友 苏拉切上将 这个是泰国警察总署的副署长 每次都有他的出面 看样子他是对青麦 当地的警察局是不放心的 亲自在督办这个案件 实际上在青麦各方面 对中国人都是比较宽松的 比如说在巴提亚 曼谷很早都不能办的签证 但是在青麦是可以办的 但是现在青麦 看样子也被泰国政府盯上了 现在是苏拉切上将 亲自到青麦来督办这个案件 所以说这个事情还是很严重的 他说中国的投资商 就是在青麦购买了大片的土地 在泰国戴慈人的帮助下 他们在这里修建别墅的项目 盖商店 开公司 还有私立学校 在这里还提到了私立学校 这一次的逮捕令实际上是 是要逮捕三个中国人和四个泰国人 但是有两个中国人跑掉了 在这篇文章里面 还提到了被逮捕的中国人的名字 是一位姓李 好像是一位女性 另外三个泰国人 还有两个泰国人 现在已经逃离了泰国 跑得真快 肯定是事先得到了风声 在这里提到 这个中国嫌疑人 他不仅被逮捕了 然后他名下的那些资产 当然就是土地别墅 被没收了 真是被没收了 我以前说可能会被没收 但是很多人在批驳我 但是现在看来的话 还是真要被没收 并且他这一次这个案件 跟灰产是没有关系的 整篇文章没有一个字提到 中国灰产 这就是一个中国的商人 但是涉及到那种违规的经营 被逮捕了 被摸收了 并且警察还要 针对那个中国嫌疑人的 银行的账户 还有他的财务的记录 来检查 他是否有洗钱的行为 一旦发现有洗钱的行为的话 还会追加法律的惩处 实际上洗钱的罪名的话 应该说是比他 在泰国非法的购买土地别墅 可能更严重 一旦被查实的话 那就是最佳一等 并且大概率会被查实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国是有外汇管制的 他拿那么多钱在泰国 去买土地 开发别墅 想通过正常的渠道 要转出来 电汇过来 是不太可能的 大概率 他是通过一些地下钱装 通过洗钱的方式 把钱弄到了泰国 那这个东西都是一查一个准的 一旦涉及到洗钱的话 在国外就是重罪 那不仅仅是没收财产的问题 那可能还会追加刑期了 那在泰国通过这种代词 去非法的购买泰国的土地别墅 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法律的处罚 在relation的另外一篇文章里面 也提到了 就首先是对这家公司的一个处罚 首先这家公司 他会被罚款最高100万泰铢 看着好像也不是很多 但是他另外一项处罚 实际上就是一个无底洞 就是每天5万泰铢的罚款 直到这个案件结束 这个就是一个无底洞 因为泰国审理一个案件 大家都知道 那个非常的漫长 哪怕一个小案件 有可能一年两年 如果每天5万泰铢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所以泰国很多法律规定 就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同时大家注意 因为以前我也是看到 那种处罚 都是针对这家违规公司的处罚 那当事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以前没有提到 但是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说的很清楚 同时对公司的负责人 就是你中国商人在背后 是非法的购买了泰国的土地 那就要处罚中国的商人 因为他就是公司的负责人 还有同时泰国的劳密利 泰国的代词人 他们都会受到 最高100万泰铢的罚款 还有三年的刑期 有可能是并除 这个就是很严重 就是不仅你的财产会被没收 还会罚款100万泰铢 同时有可能是会进监狱 三年的刑期 这个就很严重了 因为在泰国大家都不想进监狱 那个是非常可怕的 同样在这个报纸 在3月9号的时候 有一篇文章 当时也是提到了 泰国正在调查这个事情 在封面的照片也看得出来 苏拉切上将在主持警察的一个会议 在督办这个案件 相当于3月9号的时候 泰国媒体已经预警了 只是说现在 这个靴子终于落地了 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就提到 就是泰国现在正在打击 中国的一些投资集团 用泰国代词人的名义 在清迈购买大量的土地和房产 初步的调查 设计了六宗土地 看样子的话 被捕的这个中国人 只是其中之一 并且这只是初步的调查 以后这个调查会被继续扩大 因为在这篇文章也提到 中国人在清迈购买土地别墅 那个规模是非常大的 就说中国人非法的购买土地别墅 然后在上面建设那个别墅的项目 这里提到了为什么泰国人 要打击中国人的这种行为 为什么不打击欧美国家的行为 因为中国人他是开发出来 然后卖给中国人 然后是避税 逃避了泰国的税收 泰国从中国人的这些商业行为里面 没有任何的收益 并且中国人开发的项目 就包括中国人的住宅项目 还有教育机构 并且通过教育机构 给中国的新移民颁发学生签证 这个就涉及到灰产了 这个也是泰国一直以来打击的一个重点 总共有110个移民局的官员 其中还包括三个警察的将军 牵扯到里面受到的调查 所以泰国这一次还真是动了真格的 对自己人也毫不手软 哪怕是将军一样的要处理 这些开发的项目主要就是卖给中国人 并且这些公司百分之百都是由中国人拥有的 并且他们的交易都是通过线上交易 或者是在中国就交易了 因为这种通过泰国公司持有的房产 交易起来很简单 他只需要通过律师把那个合同上面 就是把那个持有合同更名就完了 以前的大股东 比如说是一个中国人 现在把它改成另外一个中国人就OK了 所以就不需要向泰国政府交什么税收 这些 所以泰国政府从这些交易里面没有任何的收入 现在在清迈的话 中国人拥有至少是一千处地产的项目 清迈不大 一千处地产的项目 那确实规模非常的大 这些别墅项目的话 最便宜的就是三百万泰铢 总的价值的话超过了五十亿泰铢 在整个清迈 我在以前另外一篇文章里面提到 可能是泰国的议员在议会里面发表讲话 就说中国人现在正在大量的购买我们泰国人的土地 以后我们泰国本国人只能租中国人的房子 来找一个牺牲之所 这种发言确实非常具有煽动性 就很容易引起那种民众的那种反应 所以确实现在都是风口浪尖 当然现在泰国警方重点打劫的对象 就是在清迈中国人购买泰国土地别墅的这种现象 到底以后会不会扩展到其他的城市 比如说像巴提亚 这个目前看来的话就不太清楚了 但是从泰国政府现在打击中国资产 就不叫中国灰产 打击中国资产的那种行动确实愈演愈烈 以后会怎么发展确实也不清楚 可能大家最关心的一点 就是说我私人从开发商手里面买了这种房子 会不会受到牵连 现在确实也不清楚 因为这个打击面确实就太广了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欧美老外可以干的事情 不见得中国人可以干 所以说我以前实际上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 就认为在泰国只要是欧美老外能干的事情 我们中国人跟在后面干应该也没问题 但是从这一次最开始打击中国亏产 最后开始打击中国人的方方面面 实际上我当时就看出这个苗头 认为现在泰国实际上在理论上面 已经解决了这个难题 就是说它可以区别对待 欧美老外可以干的事情 但是你中国人这样干的 对不起我就要打击你 泰国政府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以后就不要再抱任何的幻想 认为老外可以干的 我跟着去干就没事了 当然如果是要打击中国个人 去买的那种土地别墅 那个打击面真的是很大的 那可能会是一场非常巨大的恐慌 当然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他们也是买了土地别墅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的话 我也是很小心 因为我也不想成为得罪太多的人 但是毕竟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是泰国主流媒体报道的事情 这不是我编的东西 这不是我在抹黑泰国 或者是我在制造焦虑 这是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以后 看到真实发生的事情 所以大家还是面对现实吧 大家还是在泰国 还是要谨小慎微 好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